陳主委 李委員好 陳主委您好 我們現在社會大眾 對於政府掌握這種重大建設的進度品質的能力 大家都是搖頭叹息 大家都是沒有信心的 我們單單以這種機場捷運 延宕了五年沒有人管 現在幾乎都要把責任推到承包商的身上去 但是我們政府監督的責任有沒有落實呢 現在這種機場捷運 可能要到104年才能通車 延宕了五年 這樣落後的狀況 政府難道都沒有掌握嗎 都沒有督促嗎 我們現在看到 原本今年10月 說要通車 部分通車 到上半年現在就已經確認就是跳票了嘛 政府掌握這種重大交通建設的能力 品質的能力 進度的能力 讓社會大眾真的是哲哲稱奇 大家失望透頂 現在我請教一下主委 我們的機場捷運 在102年的時候 按照我們工程會的官網 它的進度是已經到達86% 已經到86% 今年3月的時候已經到86% 還是跳票 還是跳票 那我請問啊 以後 社會大眾啊 誰能夠相信啊 我們政府的數據啊 沒有跟委員報告哈 這個桃園機場捷運哈 他是納入我們的督導會報 每個月都列管的啦 在今年的3月 我們還特別請他來做報告 對啊 剛剛講話 主委 我現在就要請教你啊 各部會都有公共建設的督導會報 每個月都要開會 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每個月也召開相關的會議 在督促公共建設的這樣的一個啊 他的品質跟進度 那督促是假的嗎 你們的數據也很好看啊 到 我想剛剛委員 今年3月你們進度都已經到達86%啦 那個沒有錯 還是跳票 還是跳票 還是跳票啊 因為最後關鍵就是信號號制這個部分啊 土建的部分都大致完成了 所以他的百分比就是這樣 但是當然後面你沒有完成的話 這整個工程還是不能使用 而且是關鍵的信號的工程 我們現在工程會啊 針對各級政府啊 一億元以上的這樣的一個公共建設啊 是 都有列為這樣的一個督導會報的重要內容 是 但是我們對於這樣掌握進度品質的能力啊 真的是令人堪憂啊 我們看到 這樣的一個重大交通建設一再的跳票 這不只是啊 說所謂的土木完成 然後其他的基電沒有完成 或是其他的耗制沒有完成 這些問題而已 那你呢 再來看 舞陽高價 舞陽高價 現在他的執行率啊 也高達9成8 98% 也是跳票四次啊 那這些責任是怎樣 我們現在官網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官網 這些進度 這些數據 是做好看的嗎 沒有 跟委員報告 有實際掌握這些公共工程重大交通建設 他的品質跟進度嗎 我們當然有掌握 他當然有掌握 所以延宕了五年 不是不是 機場捷運延宕了五年 所以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舞陽高價段 跳票 四次 舞陽高價段 然後品質一下出現問題 這叫有掌握嗎 舞陽總共有十二標工程 十一標都如起如止的完成 是最後這一標啊 國登 你現在公期也過後 公車也延後 這樣的公共品質 這樣的進度 能夠讓社會大眾幸福嗎 而且你的官網上面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官網 進度數據都很漂亮啊 數據都很讓人驚豔啊 但是他的進度跟品質跟實際的數據 就是有差距啊 沒有這個這個 八九九 好啦我現在請教主委 針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公共建設 重大的交通建設 機場捷運 跟舞陽高價 以這兩個作為例子就好了 我們官網上面的數據都很漂亮 但是進度都是落後 一再的跳票 品質堪憂 這樣的狀況 公共工程委員會 難道沒有任何 可以處理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跟內容嗎 這個部分當然 要加強督導 至於有爭議的這個部分要加強來排解 那剛剛談的進度啊 像五股揚美 其實就只有國登 最後 氣連底要通車沒有完成 只有那一標 其實其他的都做完了啊 那這個機場的問題 土建也完成 只是信號的問題 當然信號是關鍵 軌道是關鍵 所以那個百分比啊 他都完全是按照實際的這個狀況在做的 所以 陳主委 對 公共工程委員會啊 對於這些重大的建設 不管是他的品質 不管是他的進度 都要符合實際的狀況 嚴格的加以督促啊 這個請陳主委啊 要更用心的去處理這些啊 社會大眾所關心的重大 那我們會嚴加要求督促 現在另外一個讓社會大眾啊 更搖頭探襲啊 是弊案啊 一再的發生 弊案一再的發生啊 我們的政府採購的程序啊 其實也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啊 主委這個今天要跟你好好地來探討 我們看到 最近啊 台鐵的採購弊案 兩個副局長啊 被收押 調查 還有地方首長啊 連災後重建啊 一再的使用限制性招標啊 回扣收到手軟啊 然後不顧 災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啊 這個讓社會生物痛絕啊 那這些弊案的發生 主要是出現問題都出現在哪裡 就採購的程序流程沒有公開透明嘛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現在政府採購法的原則 我們應該是以公開招標為原則對不對 限制性招標應該是例外對不對 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呢 我們要了解為什麼政府是希望能夠以這種啊 公開招標為原則就是因為你限制性招標的程序不透明嘛 我們現在看到啊 李朝青的弊案就是一個例子 他就是濫用限制性的招標 你看啊 他在98年限制性招標的案件啊 高達928件 他的金額高達43億元啊 決標的 決標比啊高達99.3 那他公開的招標只有150件 決標金額只有3億多 然後啊 他決標只有啊 決標比只有89.5 怎麼差距那麼大 這個這個限制性招標啊 已經成為貪污的溫床啊 這個限制性招標啊 他有一定的程序 而且當然要主觀他要同意啦 那他用這地方其實 都是災後緊急強求的部分 他的比例不會太高嗎 當然 他的限制性招標高達928件 是 公開性招標只有150件 限制性招標的金額43億 然後公開招標只有3億 對 跟委員報告 9798就是新勒克的原則啊 新勒克的原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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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以這樣的一個公開的招標委員 他的部分是97年是新勒克台風的災禍重建 跟莫拉克 那當然這裡面 的確有一些也是濫用 所以他的比例很高 這個部分我們跟審計部 就是濫用嘛 好 我們跟審計部 我們現在看我們台灣的青年度啊 現在是落後新加坡 日本 跟香港啊 我們現在是 在國際透明組織的 2012貪腐印象的指數報告裡面啊 我們全球排名第37啊 在亞洲就落後日本香港新加坡 那我們以新加坡來為例啊 新加坡是 青年度是全球排第五名 亞洲第一名啊 他們的招標啊 政府採購啊 94% 政府採購啊 都是用公開招標啊 那請教一下我們台灣政府 多少比例是用公開招標 我們的公開招標87個percent 那你的公開招標啊 如果按照採購法第18條的 這樣的一個公開招標的辦理啊 只有33% 你所謂的87% 是公開辦理 只是公告上網耶 沒有是全部 裡面的招標的流程 還有評審的程序啊 都是黑箱作業耶 如果以嚴格來說 我們的公開招標 只有33%而已耶 沒有87% 87%是公開辦理啦 公開辦理跟公開招標不一樣啦 公開招標 跟公開辦理就是不一樣 公開辦理就是公告上網而已嘛 我現在啊 你不要說公開 辦理公開上網公告啊 就叫公開透明 就叫公開招標 主委 這個跟認知啊 社會的認知啊差距太大 好那我現在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台灣竟然有四分之一的政府採購啊 連公開上網都沒有耶 主委 我們現在有二十五點九啊 高達四分之一的政府採購啊 是未公開辦理 這樣的一個啊 政府採購金額多少 你知不知道 高達三千四百多億耶 三千四百多億 是連 公開上網都不必耶 這樣的一個限制性招標 然後這樣的一個黑箱作業 三千四百億耶 欸這都是 這裡面啊 包括很多神 金氏國防相關的採購 那我現在就要請教你嘛 我剛才就 一再的說 新加坡的 公開招標 跟新加坡當然我們 我們只有百分之三十三 你不要跟我說 有百分之八十七 百分之八十七就是公開辦理 跟公開 這樣的一個公告上網 但是你主要的 你要按照採購法第十八條 公開辦理 公開辦理 公開辦理就是百分之八十七 我們全民屬密跟你說明好不好 八十七啦 八十七啦 我們全民主任秘書跟你報告 現在跟你講啦 我們對於啊 政府啊要建立這種 青年的採購環境啊 其實啊 努力是不夠的 我們看到啊 我們的這個 全國啊 大概有三十七個 一個採購的機核小組啊 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 也有中央採購的機核小組啊 那就針對全國採購的案件啊 抽查 抽查 辦理啊 這個機核 然後有問題啊 再請相關的機關啊 指證缺失 但是呢 我們從八十八年啊 到現在 剛才主委也說過 我們總共移送啊 檢調的案件 只有一百六十多件 只有一百六十件 那你三十七個機核小組啊 每年採購機核的案件就大概有八千件 每年就大概有八千件哦 然後按照我們工程會的報告 採購機核小組 機核的案件啊 到目前已經累積到十一萬件了 十一萬件 機核十一萬件 只有一百六十件 移送檢調有問題 難怪啊 我們政府採購的必案啊 一再的發生啊 有一些是行政作業的問題 用其他的方式 去做處 主委我要是要 是 在這邊很嚴重的督促你啊 對於政府採購啊 一定要按照採購法第十八條 以公開招標為原則 限制性招標只是例外 要像新加坡政府一樣 要百分之九十四 都是啊 公開招標 我們只有百分之三十三 我們所有的百分之八十七 只是公開辦理 只是公告上網 實際的招標的流程 跟審議的內容啊 都是黑箱作業啊 不要再讓社會大眾啊 繼續的搖頭叹息啊 好 我們謝謝